會有新的宣布 因為好像還有人群 有確診的疫情 對 我們報告裡面還有幾位是確診的 所以現在我們也展開相關的疫調 相關的旅社的部分開始清銷 因為現在好像就說為什麼前一天 其實北市府就有說要一定要先暫緩 那怎麼沒有先暫緩 他們就停掉啦 不是嗎 那是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停掉啦 那我們本來的決定是說來檢驗的話 如果有確診的話我們就停 如果都沒有確診那就繼續 那這個決策 相較於之前移工確診就比較嚴格 因為建言移工 移工的部分好像比較嚴格 就被質疑什麼標準 因為移工是直接進到家庭裡面去 那這些表演的藝術團體 他畢竟是在舞台上面是做表演的 所以我們當初對於這種表演團體 並沒有深入到我們的群眾裡面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要求他們要集中 檢疫完之後要做採檢 但移工他們要直接進到家庭裡面去 那還有一些群聚的風險 不知道你怎麼會蘇醫生呢 蘇醫生是不是現在說他被查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他跟其他團體有什麼不一樣嗎 為什麼只有查他 那是我們相關的單位 認為他有違反我們在 實安管理法的46條 那其他團體會查嗎 那當然有違背的 那我們就會查 像你一秒鐘 你昨天說排列組合不對 那現在輝瑞、BN跟那個NNT 他確定只有這三家嗎 對 沒關係 我們大概短則一週 慢則兩週 會跟大家做完整的報告 那個農委會的標章啊 現在被說就是這個來舉標章 是混淆的 因為好像各地 地方政府也有某樣的影響 那這樣子好像到最後會不會大家認不清楚嗎 不會啊 你只要認到這個標示嘛 主要是標示是原產地的標示 那對於是哪個地方發出來的標示 那最後是在於商家自己主動出來標的 所以責任是在商家 他要負責標示是正確的 可以算說 可以算說這樣是不是很像要在貼春聯的感覺 就好像是大家都可以隨意貼一個標標 然後沒有一個統一的什麼 不見得每一件事情都要統一了 最主要是消費者能夠看清楚就可以了 我不想看 俄羅斯舞台的事情 是不是不夠料敵重寬 會不夠料敵重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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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 俄羅斯舞台的事情 俄羅斯舞台的事情 對 因為沒有在第一時間 你不會不夠料敵重寬 導致以後可能會有防疫的破口出現 不會這個 這演出有一些商演的相關的權益 那我們的決定就是說 在演出前 我們要做檢驗 那如果有問題那就停 沒有問題就繼續 那後來這個主辦單位自己喊停 那當然我們也就是說 既然他喊停 那只要注意到觀眾的相關權益 把它處理好就好 那後續既然再有演出 那大概這個舞團 在台灣演出的機會 大概就沒有了 所以他取消他們後續的相關演出 後續這是不行的演出 因為他已經殺其他的團員 都會變成是確診者的接觸者 所以其他他們團員都要再隔離了 所以就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會公布足跡嗎 因為其實他們還有很多地方打卡 包括搜索本 都什麼 現在疫調在進行 相關疫調在進行 市委說醫生因為對萊豬提出一些質疑 結果就被警方上門被GC查 所以你不要互相怎麼看 那已經進入司法相關的調查 就近代司法調查的結果吧 會不會覺得這樣的話有點太高壓力威權 因為他只是對於萊豬來發表一些意見 卻被警方找上門 發表的意見是正確的 當然是沒有問題 那至於正確不正確 大家縣解各有不同 就讓法院 未來法院再來審理這個案子 所以縣解不同就要被查水表嗎 那縣解不同要再看看 所以我們有法院啊 所以像這個舞團的部分 原本其實是一度還想要讓他們 再繼續演出 那這樣是不是有可能之後會調整嗎 就是國外的如果萊豬來表演 我們不會調整這相關 不過就是說前一環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在座檢驗 這部分我們考慮會有一點考慮 那至於這幾位其實傳染性都相對低 我得到的報告應該都 有一個31其他幾位大概35吧 部長今天怎麼會來到這邊 因為為什麼現在最近都滿忙的 那這個典禮啊這個活動 跟為什麼好像本身沒有什麼關係 我其實是本來想來看看說 一般大型的展演 大家在防疫上面有沒有做得落實 所以是來觀看有沒有落實防疫嗎 是視察的意思嗎 有兩個嘛 一方面大概是音響跟藝術文化 這是一個好的事情 那一方面看看這個我們在疫情期間 相關的這個展覽活動 主辦單位有沒有落實我們防疫的措施 嗨